花生叶煮水到底有啥妙用 懂的人留着当饱 不懂得当炒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很烦 花生叶煮水就是这么简单实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农民营养师 你要养生 这是我家种的花生 长得还是不错吧 花生在我们农村人家里 是一种很普通的豆类蔬菜 加加富富拉都会种上那么一期 喂的是吃的时候方便 所以大家对花生是情有独钟 都知道花生是一种营养价值高的食品 但人们却忽视了它的叶子 就是这种叶子了 对我们健康的价值 其实花生叶在我们生活中也大有用途 花生叶叶片它是附生的 它的背面越显了灰色 有细细的绒毛 开黄色的这个小花 现在它已经在开花了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 人们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 晚上睡觉总是睡不好 长期以往这对我们的健康非常不利 有这种情况的人还不在少数 我们就可以栽几片这种花生叶 新鲜的或者是晒干的都是可以的 然后放在锅中煮水 在睡前的时候喝点花生煮水 对这种情况有帮助 另外这个花生叶还是天然的创可贴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不小心有创伤出血了 就可以把这种新鲜的花生叶捣成睡眸 然后涂抹在这个伤口之上 可以很快的止住它 在大自然中有很多的植物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的用途 所以常常把它当没有用的东西扔掉了 就像我们这个花生叶一样 在不知道的价值之前都是把它扔掉的 现在知道了 你可要留下它哟 你还知道它还有哪些养生作用 可以把你的经验写在评论区 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关注评论点赞转发收藏 长按点赞由我相帮 具体应用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的指导应用 我是农民营养师鸟养山 大家可以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